客宜之旅 昨天下午出访 第一站就是过进美国的纽约 驻美代表金普聪亲自来接飞机 两个人一见面好冷哦 竟然讲起了冷笑话 而马总统上一次到纽约是七年前 当时还没有当总统 这一回去呢 非常的重要 他必须要见纽约的市长彭博 还有很多美方的政调 当然他也说 他要回下母校纽约大学 去重游一下他跟夫人周美清谈恋爱的地方 总统出访首度过进纽约 驻美代表赵丽上级迎接 总统欢迎到纽约 欢迎到纽约 马市冷笑话迎接好战友 身旁跟着美国再代协会主席 博瑞光 马金 纽约相间合体 美方接待 元首等级 所有随团人员通通面通关 经过15个小时的飞行 马总统和出发团 我们已经抵达了纽约的甘奶泥机场 这是马总统的第一次 也是我们大家的第一次 而由著名代表金普聪亲自来接机 展开围棋两天的过境访问之旅 金普聪身旁的马总统笑开牌 注意到了吗 他还特别赞得活 我发现过来那次 对的对 我这边接大师 发现一个礼法师 是比较年轻的感觉 我知道吗 因为那天我是第一次到董东府的 礼法师去礼法 新造型 好心情 过境纽约新特曼当 除了会晤包括纽约市长 活在内多一政要 桥宴上还会和李安夫妇相见欢 难得行程 不只和老朋友叙叙旧 更要回味和老情人的内心 你刚刚没的时候要重回补校吗 多久没回去了 当年是 六年 七年了 当年是跟夫人在那边谈恋爱的 对的 现在就要到 到那个地方去重游一下 那是回应一下过温是不是 对 那时候真的很甜蜜 那现在不甜蜜了 蛤 现在不甜蜜了 这人怎么这样过温 也甜蜜 好啦 还好夫人没跟 不然肯定又要被白眼 飞机才起飞 总统好心情早已飞上天 蔡英文一直有听说 要召开什么故事会议什么的 对啊 我们 我们基本上都觉得 只要不预设条件 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嘛 国事停建才建 就有些条件 我觉得蛮奇怪 它原来没有这个意思 后来受到某些人影响才这样 边笑边酸 蔡英文抛出国事马菜会 要总统先停建核四的说法 是预设前提议没诚意 今后国内还因为红仲秋案 满城风雨 不少声音认为 出访应该暂停 但总统坚持 内政虽然要紧 外交也不能放后期 中文小伙伟长 我们在纽约的随行采访报道 这里边先 drinks 这次回香港 受到某些点